在日本先台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结束 与会财长警告各国不要操控汇率 走向货币竞争性贬值 与会各国也发表行动计划 表示将加强情报交流 更积极地打击恐怖组织融资活动 会议发表的声明指出 由于地缘政治冲突 恐怖主义和难民潮 导致全球经济展望的不确定性增加 加上英国可能脱离欧盟带来的打击 将让全球经济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两天的财长会议落幕 七国首脑峰会将在下个星期举行